歡迎打開Robbie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滅絕 Analyation 有的地方翻譯成淹滅 還有香港翻譯成滅盡 由奧斯卡影后Natalie Portman 主演 改編至《遗落南境滅絕》這本小說 導演和編劇是人造異事的 Alex Garland 同時他也是28天毀滅倒數 還有《別讓我走》的編劇 這部影評我拖了一陣子才做的 就是希望能做一個比較清楚 透徹的分析給大家 所以我考慮了一下 還是決定將影片分為兩個部分 無雷的影評 還有有雷的劇情解析 這支影片呢是無雷的部分 其實在看《滅絕》之前 我沒有看過Alex Garland 的上一部電影 《人造異事》 或者是HBO翻譯成為《機械機》 為了要做這個影片 所以我又想說先回去補了《人造異事》來看 看完這兩部電影呢 我真的是對這個導演 Alex Garland 百分之百的崇拜和景仰 他真的是太棒了 他講的故事真的是太精彩了 他都可以碰觸到我們現在 最有感覺的那些議題上面 或者說人類現在 或者是對未來最害怕的地方 是什麼呢? 不管是《人造異事》或者是《滅絕》 現在能夠讓我們最害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改變 這個世界改變的速度太快了 快到我們沒有辦法反應 每當有新的東西出來的時候 新的手機 新的軟體 新的APP 新的網站 新的演算法 在現代人的經驗中 就代表著我們又要失去什麼 被迫要拋棄現在手上有的東西 我不知道你們覺得怎麼樣 但是這對我來說是蠻害怕的一件事情 滅絕的故事 在講到他的一波慢 他飾演的主角 他的丈夫在一年前的一個秘密任務中 之後就秒無音訊 有一天 突然這個失蹤很久的丈夫 就出現在這個家裡面 並且他的行為舉止變得很奇怪 他為了解開他的丈夫 為什麼變成這個樣子的原因 他成為了女子探險隊中的一員 進入到這個神秘的區域X當中 整個攝影還有美術畫面 在進入到這個微光裡面之後 美到大爆炸的狀態 呈現出一個世外桃園 然後又十分詭異的人間仙境 劇情發展也非常的迅速 而且驚險 突如其來的襲擊 秒無人煙的基地 還有幾個莫名其妙的事件發展 都衝擊著我們的感官 完全無法預料接下來 會走到什麼樣子的關卡去 比較可惜的是 這個探險隊上面成員之間的故事 沒有足夠的篇幅可以去詳述 你也覺得在音效音樂上面做得非常的厲害 整個氣氛建立得很好 滿到溢出來的科技感 然後又帶著一絲的驚悚在 每次那個巨大的低鳴聲出現的時候 都讓我產生整大的情緒波動 那塔利波曼的演出 當然是讓我更期待這部電影的一大主音 他的表現可以說是很不錯的 我們基本上是跟著他的視角去理解這個故事的 除了他一貫強悍又溫柔的螢幕形象 在電影中他一直試圖理解這個不可思議的事件 整個現象 我們會一步一步地認識他身邊的人 然後我們一步步地會發現他的秘密還有他的目的 他的表演可以說是帶著這部電影很多的詮釋 還有隱藏的意涵 基本上是很隱晦的 畫面充滿了資訊卻沒有人說清楚 但是又不像母親那樣子一對一的指涉 是讓人大量思考的 然後沒有會讓你得到清楚訊息的時刻 所以說是非常的燒腦 也非常的有意思 讓人可以不斷地去回味然後去討論 這部電影因為拍阿萌去年虧了太多錢 幾個大片都賣得很慘 所以擔心這部被評價為太聰明深奧的電影 在市場上面沒有辦法被接受 沒有辦法回本 於是就將大部分國家的版權 都賣給了線上的串流服務 Netflix 雖然好的地方是我們可以迅速地 在家裡面看到這部電影 但是壞的地方就是 我們無緣在大螢幕上面看到這部 除了劇情之外 聲光效果極佳的滅絕 我會推薦這部電影給喜歡科幻片的人 喜歡在看完一部電影之後 找資料然後去思考的 喜歡在看完一部電影之後 念念不忘回想再三的人 喜歡滅絕這部電影的話 記得我還有一部有雷的劇情分析影片 在這裡趕快去看喔 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還有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鈕 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 知道我上傳影片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 再按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 或者想法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比頻道 祝你有個美好一天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